哈喽大家好 万万没有想到 韭菜用白醋泡一泡 作用真厉害 解决了很多男性的难言之隐 方法非常简单又省钱 可惜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 今天呢 就把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方法 分享给大家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我们先准备一些韭菜 把这韭菜呢 我们先给它折一下 把根部这些脏东西 用手轻轻的给它一剥辣 脏东西就掉下来了 看看有没有坏点的 把坏点的叶子再给它折掉 折好的韭菜 我们给它清洗一下 一定要一根一根的洗 因为韭菜根部呢 有很多的泥土 只有这样呢 我们才能清洗干净 韭菜要全部清洗干净以后 我们给它捞出来 然后呢 我们把韭菜切成段 切的段呢 自己把锅 切好的这些韭菜段 我们放入到一个碗中 然后呢 我们再准备一瓶 五度以下的白醋 五度以下的白醋呢 才是酿的白醋 里边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 把白醋我们倒入到切好的韭菜中 把韭菜我们给它浸泡起来 白醋和韭菜的比例呢 是十比一 浸泡好以后 我们把它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 给它静置三到五天 经过三十五天的浸泡 我们的白醋泡酒菜就已经做好了 我们每天 咬出一勺白醋泡酒菜 就这样把它吃掉 坚持一段时间 你就会发现有惊奇的变化 尤其是男性朋友 我们一定要坚持 坚持不要多久 你就会发现 媳妇夸你非常的不错 您别看这个食材方法非常简单 其实它里面包含了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与基金 懂得人用了兜数好 今天老祖宗留下这个方法就敷衍给大家了 谁用谁知道好处有多么好 赶紧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